人家,并且念解节咒,自己多念礼佛大忏悔文,消灾吉祥神咒,给对方念心经,我告诉你呀,你这个事情会出血光之灾的,听众,已经出了,我现在非常害怕, 台长,看见了吧,你现在才知道啊,交一个好朋友,交一个坏朋友,都是自己的命,要好好懂道理呢,自己先,到外面去住一段时间,让事情淡化,还他一些钱,把事情, 化掉,并且坚持念经,给观世音菩萨多磕磕头,自己每天,念五遍礼佛大忏悔文好好忏悔,马上就不害怕了,他会改, 变主意的,花人家钱就是欠人家了,欠人家了就要好好嗨,不然人家当然弄你,听众,我觉得是有人要害我, 台长,不管是不是别人害你,都是有因果,有因缘的,人家怎么就害你,不去害别人呐,在人间总有道理,就算, 是摔一跤,台长看得见是鬼在邋遢脚,他看不见以为自己,第一部分是奸情为何物,前事情债金生偿还, 二十五,怎么会不小心摔跤的,听众,这个事情在我心里造成很大的阴影,我不知道,怎样驱走, 台长,现在只有靠念经,不然看精神病院都看不好的,好好念经呢,你现在再不把自己定下来的话,要出大事的, 真的,害人者必定会被人家害的,听众,我知道我错了,台长,做错事情就要承受过, 你以为只有在监狱才受,苦啊,像你现在精神上受折磨,天天害怕,活在恐惧中, 再下去就是神经病呐,少欠人家的,欠了一定要还的, 我,和你们讲过多少遍,学佛人不要去欠人家,欠人家感情还,感情,欠人家钱还钱,好好按照台长说的去做,先化解恶,原再说,还有要多放放生, 5.欠下情债,灵性上身,年轻时喜欢她的男生在身上, 2013年05月28日悬疑综述, 台长看出听众身上有一个男人,是结婚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有过感情的一个人, 这位听众已是年过半百,对于年, 少时的事情已经不太记得,在台长的提示下才想起一些故, 人和往事,然而,因果真虚不虚,不管你是否知道,缘分,终究存在,该孩的终究要孩, 台长,喂,你好, 听众,台长,您好,我想请您帮我看一下,我是六十年的, 吐,台长,我看到有一个你过去年轻时候的男朋友,就是,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二十六,你结婚之前的,可能是学校里的,不知道是人家喜欢你还, 是你喜欢人家这个脸长得有点像外国人的,有点凹劲, 去的,这个男生现在已经过世了,经常到你身上来看你, 听众,哦,我没有想不起来好像没有在, 学校里没有, 台长,我问你,你们班级里过去有没有一个男生长得, 很漂亮的,有吗? 听众,哦,我和他没有谈过, 台长,你跟他没有谈过,不代表你没有喜欢他,也不, 代表他没有喜欢你,听得懂吗? 听众,嗯, 台长,他长得有点像外国人的, 听众,就是同学聚会的时候,在一起吃过饭的, 台长,看见了吧? 现在想起来是谁了吧? 听众,他才去世的, 台长,刚刚去世, 看见了吧? 你看,台长跟你说的, 我看见他在你身上, 或者他心中暗恋你啦, 这些都是缘分, 听众,我知道,我知道, 他请我吃过饭的。 台长,哦,还请你吃过饭呢? 你看到了吧, 人家请你, 吃饭就是看中你了。 6. 前世欠感情债, 今生投诚女身, 2012年5月13日选。 易问答, 男的前世一定有修, 女的前世未必没修, 但主要在于, 感情方面欠债, 今世受报投女身来海感情债。 第一部分是奸情为何物, 前世情债今生偿还。 27. 听众,台长您在广播里说, 一般男的是前世有修, 钱, 是没什么修就投一个女的来受苦, 那是不是男的前世一定有修呢? 台长, 男的前世一定有修的, 但是修的地方不一样。 为什么有的女的虽然投了女身, 但是事业, 钱财都比男的? 好呢。 这也有道理的, 投女胎并不代表前世没有基福基德。 主要是前世感情上可能出现问题, 做过坏事, 让他投女人, 来海感情债。 7. 异性同修很多是前世的冤结, 要谨慎相处, 2013年11。 月17日悬疑问答, 女同修去男同修的公司上班, 梦见被该男同修欺负, 并在梦里得到台长开示要念小房子。 念完之后, 同修打通, 节目电话, 得到台长进一步开示, 往事有冤结, 相处要紧。 慎, 要念经化解厄缘, 宵夜还债, 否则害人害己。 听众, 我最近因为换了一个新的工作, 公司的老板也。 是一位同修, 我去他那边工作的第二天就梦见这位痛修妻。 父我, 在梦中有另外的同修帮我打通了台长的电话, 然后, 台长开示说要念八十六章的小房子, 现在已经完成了。 并且我, 每天也帮这位痛修念四十九遍的解节咒, 现在感觉我们之间的, 冤结还是很深的, 工作中有一些理念也不是很相同, 觉得很难过。 台长, 你去干嘛? 谁叫你去的? 你自己中的这个阴, 难的就不要去, 去干嘛? 我跟你们说, 同修之间, 男女一, 定要当心的。 好好客气一点, 多念点解节奏慢慢的退出来。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二十八, 很多都是前世的冤结。 你自己好好跟观世音菩萨忏悔。 退, 出来再去找工作, 搞得不好会有大事情的。 你自己记住。 不管是什么同修, 男女就不能在一起, 因为很多都是前世, 的冤结, 没有办法的, 自己好好克制吧。 早一点觉悟, 早, 一点离开, 早一点不要害人家也不会害你。 好好念解节奏。 跟菩萨忏悔, 然后接下来还要该还的还清楚, 跟人家好好, 的奖。 二, 白话佛法精选。 一, 欲知前世音, 今生受者是, 要懂得人跟人要和睦相, 处, 要珍惜因缘, 今生你与她的相恋实际上就是还一段情。 很多夫妻之间天天在吵在闹, 实际上就是在海你们的情债。 希望你们化解情债, 化解情缘, 用佛法来改变你们的人生。 经常吵架的人, 经常念念心经, 解节奏, 心胸要宽大。 一点, 想一想别人的痛苦, 你经常能够理解别人, 那你就, 是一个圣人, 能够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去理解别人的人, 那, 你就是一个人间的圣人。 做人真的很不容易, 多理解别人, 那才是学佛之人呢。 2013年6月8日香港悬议宗述大型解答会卢台常开示。 2. 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就是放不下, 为什么放不下? 那, 因为我们的前世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 很多灾难, 时, 我们今世承受很多压力。 比方说上辈子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第一部分是奸情为何物, 前世情债金生偿还。 29. 情, 那么这辈子就一定要承受这个压力。 台常以前看出有, 人前世欺骗过人家, 今世就要被人家欺骗, 还有很多人前。 是在感情上不是太正, 这辈子在感情上就一定会受到很大, 的磨难。 所以, 人在这个时候就要有些转变。 因为你看不, 到前世, 你就看到金世,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这? 要不公平, 我这么相信菩萨, 我心里这么纯洁, 为什么我, 还要这么受苦呢? 实际上, 他不知道, 任何事情都是有根, 有缘的。 你们想想看, 很多事情, 没有一个根, 哪有缘? 就像血一样, 也有一个血缘, 火, 它必定有个火种。 所以, 希望你们要明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会受这么 多的苦, 受这么多的累, 尤其到了人道, 受苦是必须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阻挡命运。 就像我们到了医院里, 一定会。 给你剪茶, 打针, 吃药一样。 只要投胎为人, 就要承受狠。 大的压力, 就要从小一直烦到老。 台长跟大家讲这么多, 实际上就是要让大家懂得三世。 因果, 因为你今生受什么罪, 就是你上一世中什么因, 都, 是这个道理。 要明白, 我们今天所有做的事情, 实际上我, 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因为我们没, 有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为这些都是前世所造成的。 而前世所造成的命运, 今生继续再造, 今生继续造的时候, 变成肿双阴, 才会不断有果报出来, 而这个果报出来, 是。 业力激活的表现, 比方今天生重病, 明天撞车, 后天感情, 破裂, 离婚, 等等一切, 实际上又是由于你今生没有继续, 做善事, 而产生的果报。 这个果报的产生, 是由你前世造。 本音, 再加上今世把这个导火线点燃, 才造成的。 比如钱, 珍惜姻缘随顺姻缘,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一, 三十, 是应该跟这个女人, 或者这个男人做夫妻会有离婚的可能。 这个就像算命算出来的一样, 但是你完全可以在今生不断, 的做善事来弥补, 让这个火苗烧布着这个火药, 这个火药, 就不会爆发。 有时候这些火药可以载入你的八十田中载衣。 被子, 不发生不激活, 只不过让你在生活上受点痛苦, 很, 难过, 但是, 也消不掉。 虽然没有大报应, 但是小报不断。 所以真正懂得有智慧的人学佛, 要学会消掉自己前世种下的因。 为什么很多人年纪很大了, 还有感情问题呢? 很多。 人道人间不念经, 不放生, 不做善事, 就没有功德, 它的。 恶果就有成长的土壤, 发展积累下去就会恶果爆发。 所以, 我们今天要在恶果成长的土壤成分变化前, 就拼命的做善。 是, 放生, 许愿, 积功德, 从而让这个恶果得不到养分。 在还没有成熟之前就枯萎掉, 如果我们继续修行, 就可以。 让善的种子迅速成长到成熟, 而且结成善果。 狱中离狱火中生莲, 如台长给佛友的开示。 三, 同修, 反馈摘选。 一, 心灵法门三大法宝给我带来我身心方面各种的转变。 婚姻问题, 解放前父母包办订了娃娃亲, 收了彩礼。 解放后, 我, 不同意这桩包办婚姻, 由于他家庭成分是资本家, 始终不, 接受对方。 接受对方。 同时贪婪之心又让我接受对方每月十元上学补。 第一部分是奸情为何物, 前世情债金生偿还。 三十一, 三十一, 帖, 有了三个孩子后感情。 开始恶化, 经常挨打受气, 八十年初前夫与我离了婚。 而我, 以前订婚的男友一直心生怨恨, 七十六年他托人捎一封信, 说, 我害得他至今终身未娶, 孤独一人。 我才深感不安和内疚。 自从接到那封信后, 我经常做噩梦梦到以前订婚的男友, 今年年初又做梦到他来信了, 而且还梦见他做教来提。 亲, 我现在才明白这就是现世报。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为我。 的自私和不负责任, 真心的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忏悔, 并送了四十九章小房子给他。 终于不再梦见他了。 感恩心灵法门, 让我能够通过念房子真心忏悔了结所欠的情债。 同时也劝, 借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 要正确处理好感情问题, 以我为。 借。 弟子林玉清扣手。 二。 二。 这个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